大家好,歡迎大家再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 算是初竿的練習 假設你現在是初學者的話 你可能對於初竿的直度 就是初竿要直 有些球盡可能要打到你預想的位置的話 這個練習是for這個目的 就是說把注意力專注在打擊母球的上頭 所以這是一個打擊的練習 打擊練習我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我會把一組球通通都放到左面上 只專注於打進中帶的偏左側 就是說盡可能把帶口縮小 然後這個動作的話是為了提升自己的準確度 然後出竿的時候也要檢視一下自己出竿是否有直 好,那這個練習的話 是否初學者的 如果你剛開始暖身 然後想要打球的話 你可以先做類似像這樣子的暖身 像我的話 我在打的時候 我也會稍微注意一下自己手部的動作 是不是有出直喔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專心在打進落袋的話 專注度比較多都是放在 會比較多是放在子球有沒有進喔 那這個練習的話 出竿的練習的話 是專注力是放在這個母球身上 打的時候 你也可以稍微去體會一下這個 球竿撞到母球 或是球竿撞到球的時候的回饋的感受 還有皮頭的軟硬度 也可以去稍微去 去感受一下 那像我的話 我會一直去注意說 我自己手部的動作有沒有正確 有沒有歪掉或者是說 有沒有出直 那這個出竿的話 一般來講 不用刻意出到很長喔 就是大概是在 出竿完之後 大概是竿頭是停留在往前的 15到20公分左右就可以停止了 不用把手臂整個放下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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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練習可能 可能剛開始會覺得蠻無聊的喔 其實實際上他也是有點無聊喔 但是 如果你可以穩穩的這樣把一起盤球打完的話 你會慢慢發覺 欸 我好像對於自己的出竿的方式 有了一個比較 比較多了一點的了解喔 那你仔細看我在打這個中袋的時候 我還有去顧慮到我的 球要止盡帶口的偏向某一方喔 也就是畫面中偏向右方喔 那這個也是順便當作自己瞄準喔 好那接下來就是重複的動作 那我就把這個時間做快轉吧 好 謝謝 同樣子 還有 這就是重複的動作 這一邊 只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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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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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仔细看我左手的除肝的话 我反而觉得我左手的 呃 整个手臂 左手手臂的位置 然后整个运肝的过程 我觉得反而还比右手来得更 呃 更理想一点 虽然说我左手我不太会打 但是左手的基本动作 我这样子观察自己的出肝的时候我发觉 左手的整个手臂的相对位置 反而好像是比右手还要好 那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 如果说你都一直 把自己的肌肉 在某一个方向的话 你可以试着用左手 然后做一些协调性的练习 因为有些球 像身材球的话 有时候是需要用左手来来打会比较好打哦 那你也可以把左手除肝加到你的练习里面哦 像我这边的话是就是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我 照理说我的左手应该是在头的正后方哦 然后没有一个做没有一个图肩的动作 就是说肩膀没有向外突哦 那你回去看我刚刚 如果要回去看我刚刚右手的练习的话 你会发觉我的肩膀是有点往外 往外图的图肩哦 所以反而是左手的相对位置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正确的 好那一样是 让自己瞄准带口的偏向画面中的右方 然后去观察一下自己球竿撞击到母球的撞点 然后再稳稳的把这番球打完 那等一下的话会是比较长距离的练习哦 那长距离的练习的话 一样我也会设定在偏向带口的左侧或右侧 然后来做打击哦 那因为比较少用到左手打击 我的右手在架干的时候 我还反而觉得比较硬哦 就是因为那个肌肉不像右手打击的时候那么的协调哦 所以反而是会比较酸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打击的左手的相对位置哦 反而我是觉得比我右手打击还要来的正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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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比較遠距離的練習 那我一樣把過程稍微做一點快轉 要不然會很久 練習的話一樣是遠距離 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可以設定說你要打 帶口的左邊邊遠近帶或是帶口的右邊邊遠近帶 這個的幫助是說讓你可以穩定的知道你自己母球的軌跡 那在打擊的出去的過程之中 你也可以稍微去把這個 球滾動的軌道稍微先想像出來 因為像我自己打球的話我本身是用這個 在另外一個教學裡面有提到的 我本身是用厚薄度的瞄準法去做近帶的動作 所以我會非常的在意母球的左邊邊遠跟右邊的邊緣 所以我會去設定說我這個打擊的話 就是要從帶口的左邊的最左邊的邊緣近帶 那 這藉由這樣子的練習的話 我也會知道說 那我有沒有下到賽啊 或者是說 我出蓋有沒有直啊 通常如果說你出蓋沒有直的話出去的話 撇到左邊或撇到右邊的話 那那個母球就會遲到旋轉 所以就會下到賽 那照理說你下到賽的話 母球就 比較不是走直線 而是走曲線 那長距離的話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說 你可以 在這個 練習的過程之中 也去掌握一下自己出蓋的節奏 看看自己適合 苗三下就出蓋呢 還是說苗四五下五六下 再做出蓋喔 那這練習其實 相對來講是比較枯燥乏味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 對於出蓋是有幫助的喔 如果希望自己身體也能多協調一點的話 那你也可以試著就是 試著就是 左手也來做這種竹竿的練習喔 好那在做這個練習 剛剛是做中袋的練習喔 那現在是做底帶的練習 當你覺得你已經 有一定的熟悉的程度的時候 你可以試著 打下賽看看喔 然後去觀察一下母球的 走曲線的之後的變化喔 就是比如說你打哪顆球要下賽的時候呢 那母球大概是怎麼的曲線變化這樣子 就不要走 好呀 這一次 change 吧 不然 我已經搞得不下去了 現在是 叫 Buddha 這個 就這樣 我 是 這次 會 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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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